實驗教室 我們在裡面使用器械 跟大體老師學習 會有幾次的紙筆測驗 然後接著就是第一次的跑台考試 通常的話看模型的話會很清楚 可是在老師上面的狀況可能就不一定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黃恆 今天這支影片中 我會介紹中心後一的解剖實驗課程 那希望能夠讓你快速的了解解剖實驗的大小事 如果你是即將入學的學弟妹 看完這支影片 你可以想一下可以做什麼樣的事前規劃 以及準備 然後在這支影片中 我會分成解剖實驗的日常 以及解剖課程的整體規劃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哦 你早上去 你不知道我們現在到了 你能不能在一起 你是不是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解剖实验室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模型教室 这边有很多的模型可以让我们学习 第二个部分则是实验教室 我们在里面使用器械跟大体老师学习 最里面则是准备室 准备室就是大体老师前置的一些处理 那我们也会在里面泡我们需要的符马铃啊 或者是一些我们需要的化学料集 接着是解剖实验会用到的工具 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可能用到 那比较常用的部分 我们请同学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 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用的解剖刀 解剖刀就是我们一般在画开皮肤的一点子 的时候最常有的技术就是这个 那它就采一种分子式的设计 就是它的刀片跟它刀片可以采开来的 那使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因为它的刀片非常厚 要小心不要画长很多字的画长很大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铁子 铁子就是用来夾起我们身体某些 实验的时候是很好用的 像血管啊 身心啊 比较粗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铁子来 再来就是我们的探针 但是跟铁子一样都是用来翻炒组织用的 就是像我们平常 同学在介绍组织器官的时候 就在电脑的时候 我们常用探针去把旁边的组织 撥开来 然后把一些神经血管调起来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这是哪一条神经血管 那再来就是我们常用的两种剪刀 一种是大姐跟小姐 那大姐的话就是 酷铭自己就是剪比较大的铁子 小姐就是比较小的铁子 那因为我们平常在剪调的时候 不会常常去剪玩 不会太想去剪断 我们搞事不相的资货是同情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采一种撑开的方式 比较逮性 就是把我们的剪刀 送到那个老师上面先都把它撑开 这样会避免某些紧被弄断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小面 小面就是用来出一些比较细腹的结构 例如说我们的眼睛的神经就很细 然后比较远我们的小面去剪断这样子 那还有像一些我们的面具啊 下汗机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非常细小的神经就一直够紧 那我们都用这个小面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推理 就是从我们的固定前 推前的话就是把我们的皮肤 或是一些上面旁边的鼓子 夾住固定住 让我们能再碰到更深层的事 好 以上就是我们很常使用的一些解剖器具 谢谢黄轩 听完上述的介绍 你是否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了解了呢 那接着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课程规划 首先我们录了一个短片 来介绍大家最好奇的跑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刘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肌肉了解之後再了解神經血管是我個人蠻喜歡的一個順序 這些骨頭學完之後就開始進入區域解剖學 首先第一個區域是我們的胸、背以及頸部 可以了解到一些比較大的肌肉 接著我們會到上肢的部分 那上肢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單元 那這個區域因為它可以讓我了解到肌肉之後跟神經血管的關係 因為它就是由幾乎就是那幾條神經血管去支配所有的肌肉 所以你就會了解喔神經血管跟肌肉的關係原來是這樣 那接著呢我們會到胸腔的部分 那胸腔就有所謂的肺臟心臟 那肺臟就會了解到它肺葉怎麼去辨別 然後接著就是第一次的跑台考試 那在這之前當然也會有幾次的紙筆測驗 考試後第一個單元就是我們的腹腔 以及我們的骨盆腔 那這部分就會了解到消化道 接著我們還會去了解到我們的下肢 那下肢的部分呢它有很大的比例 是跟上肢是類似的觀念 所以說準備上應該會更為得心應手 那這部分呢肌肉、神經、血管都一定要特別的了解 然後接著就會到最難的一個地方就是頭部 那頭部它的困難之處在於它的結構都比較小 那最後我們還有關節的部分 那結束之後就是進行第二次的跑台考試 所以整體的課程大致上就是我們教骨頭的系統 然後考第一次的紙筆測驗 接著我們再教下一個區域 然後再考紙筆測驗 再跑台 然後第三個區域 然後再紙筆測驗 然後再第四個區域 再紙筆測驗 再跑台 接著我們會請同學介紹 所謂解剖結構究竟是什麼 那我們會以頭部為例 那我先大概介紹一下就是解剖實驗室 在解剖頭部的時候會有哪些重點 就是這個模型可以看到的比較多是眼鏈表情劑的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第一個在開頭部的時候呢 那剝皮的時候對線看到也是眼鏈表情劑 就是比較表情的肌肉 可是在之後會往生存開來的時候 這些肌肉可能就會破壞掉 所以說可能會沒有這麼好觀察 但是在跑考的時候這些肌肉其實也是重點之一 所以說可以到時候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再參考這個模型道具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在解開表情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些眼鏈表情劑的神經需要注意的 也是一重要的考點之一 然後還有一些動脈還有一些靜脈的血管 然後這些模型都是很好的一些學習的教具 然後呢它這個半頭模型的內部呢 就是我們會有sagic protection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的這些腦室 然後還有這些中腦膜動脈還有一些其他的鼻腔的位置 然後也是一個學習的方法 像這個呢就有做到可能ECA的一些血管的走向還有神經 然後這也是很重要的考點之一 像這個煙頭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在解剖的時候 其實並沒辦法看到那麼深層的部分 所以說一定要透過模型在學習裡面 深層的一些肌肉 像是這個甲燒肌啊這些什麼 還有一些什麼甲腸軟骨跟那些 之類的 肌肉跟神經血管 在模型上比較好觀察到 比較少在老師身上的人就會比較 比較不好觀察 雖然說我們也是會切開來 但是就是 沒這麼明顯 對 所以說主要的話這個部分還是會透過 寫的比較多 那大腦的話其實 因為大腦這次烤的比較多東西都買的 然後還有一些還有Synos 然後通常的話這個看模型的話會不會很清楚 可是在老師上面的狀況可能就不一定 像我們這組老師剛好有把這個大腦鋪放 所以說可能還看得到這些腦室啊 就是喬腦啊 眼腦啊 還有第三腦 第三腦室的一些側腦室 然後還有小腦上面的血管 這次也有考到 對 還有神經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國裡的 可能剛好也有看到這些神經的走向啊 什麼的 但是在模型上就是比較清楚 但是如果是真實的大體老師上款 就是會因為隨時的時間而乾掉 可能比較沒那麼好觀察 但我們最後其他都保留到 那我們的課程規劃就是 對於每個區域去進行深入的學習 然後了解骨頭肌肉 神經和血管 依序學習完各個區域之後 就能對人體有更深的了解 這些東西在四個月內要學完 所以建議有時間的話可以先準備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你了解解剔課程 如果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了解雙數 going up 我們下支影片 aerospa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